说到创意设计呢 很多人会觉得啊 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来酝酿 要反复的修改 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最近的一场设计马拉松 就突破了常规 要求设计师们要在24小时之内出设计 在目前正在举办的2017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中 有一个比赛项目 吸引了业内众多人的目光 这个项目就是设计马拉松大赛 这次马拉松学生在此 会经历24小时不睡觉的 这种设计的挑战 所以他们除了体力要好之外呢 创意力还要非常集中 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产出结果出来 24小时内按照指定命题 完成作品设计 对于这些经常设计理念天马行空 创作时常无上限的年轻设计师来说 不仅是专业能力上的挑战 更让他们认识到了设计 并不仅仅是艺术 评审阶段里有企业性的评委 像我们这种在教程平时接触到的 只有我们的导师 以及我们的方案在可行性方面 可能有很多的欠缺性 在我们直接与我们的企业性导师的沟通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设计的方案 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状态 据了解本届设计马拉松共有50个项目方案 12位指导老师 25所参与院校100位参赛学员 本届设计马拉松和相关企业紧密合作 不仅邀请了企业代表在比赛中担任导师 还采用了各个企业提供的设计课题 作为比赛选题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企业命题的概念 在很短时间内 产出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设计提案 那未来的话 加强学校跟企业之间更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希望他能够了解 这个设计与消费与生活与产业之间的关系 这样他设计的东西 他才更有针对性 不仅仅是创意本身 而且要明白他是为谁做的